沒有 其實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長期而言一定會有差 因為統籌分配款 你看他承認了 你看 補助款的問題 台北市確實這個市政府的財源 確實是比其他地方來的充裕 對不對 那這個 你們有什麼福利平常 如果說講福利的話 我舉些例子 台北縣跟台北市的差別在哪裡 我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第一個 弱勢兒少緊急生活補助金 這台北市有 弱勢兒童少年 對 緊急的生活補助金 然後每個月3000塊可以補助半年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市立醫院跟這個 三歲以下小孩都是 對 掛號費跟診療費 1000塊錢以上的支出的話 272塊 這個就相對便宜了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在市立醫院 台北縣不是變成市立聯合醫院嗎 你去市立醫院掛號 診療費才有227塊的一個 這個費用 就是政府的補助 相關的就低啊 政府補助比較多一點 另外30歲到40歲的台北市民 女生還有這個 乳房超音波的一個 診療費的補助 每一年 30到40歲 對 30歲到40歲 那另外 美人你口水拔得太多 對啊 超過四十 還有 我操了很多 還有涉及6個月 在台北市涉及6個月 你才剛涉及嘛對不對 涉及6個月 如果是傷重病患 你付不出醫療費的話 每個人每個月補助 這個5000塊錢 然後另外呢 台北市你又涉及2年 6歲以下的兒童 如果是爸媽的第三胎 那這個掛號費有補助 然後門診費也有補助 只有這件也要再拚 對 這個 宏益今天有人把嬰兒丟下來 去不去 丟的那個在台北縣 像我剛剛所舉例的這一些 這一些都是台北市 比台北縣多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台北縣沒有這些 台北市的每個區的 區的什麼活動中心有沒有 新民活動中心 現在蓋得很好 而且你知道游泳池的綠 也加得比別的縣市多 多 你看 對 那其實台北縣市的 人家真的 我講一個最基本的 像我小朋友讀國中在台北市 他那個國中裡面有標準游泳池 就是那個50公尺的那種標準游泳池 然後我們李明去游泳 大概80塊錢 就是住那個里的李明80塊 像這種游泳池在台北縣 真的已經很難找了 台北縣你去看一般的國小 他們的那個黑板 甚至要有打一槍的 就是你粉筆洗下去會斷掉 因為那黑板就是凹凸不平 所以就是說在這一些 經費上面的一個差異 就是你顯現出那個 台北縣跟台北市的差距 有學校游泳池 那個台北縣的學校的 黑板是凹凸不平的 你看光是他也是凹凸不平 對啊 你就很光滑 要擺右燕 又來了 不一樣 差太多了 可是台北市雖然有標準游泳池 可是問題是很多學生還是不會游泳 你雖然要考 可是你知道怎麼考嗎 你知道從游泳池走過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長期的台北縣民 其實我感受很深 我以前住在台北縣 我住板橋 後來我上班是在台北市 我每天都要經過滑江橋 那感受最親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在中史晚報 我們這個只要有假日 或者是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最大的活動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跟劉俊耀他們 跟唐湘龍他們打壘球 壘球在哪裡打 在滑江橋下 那裡的壘球場 我如果沒有記錯 當時就有6到8個 那裡還有腳踏車道 沒錯 現在也是 現在光風針 現在也是 就腳踏車道 對 台北縣呢 台北縣沒有 台北縣你打壘球 因為那邊都沒有設施 台北縣唯一有的設施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要去那裡種菜嗎 都是菜園啊 工廠啦 工廠都在營業啦 都是工廠機房啊 你剛剛這樣比我也同意 因為橋的兩邊 後來我們去比 民廠長期執政下的 台北縣的河濱公園 其實兩岸後來的發展 你去看 沒有比較差 有拉近喔 拉了 真的拉近 我住永和 我們也是 有非常清楚的 對面青年公園那個 已經都綠草一片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競材啦 還有還有一些 那種菜一定要有一個工廠嘛 搭的嘛 後來蘇貞昌的時候 全部都推掉了 然後那個步道 全部都做出來了 對 所以現在兩岸 兩岸 沒事 淡水河的兩岸 淡水河的兩岸 不是 我在心電溪 心電溪 鍾正橋是心電溪嘛 就是有很明顯 因為我們在跑西河的過程湯 有非常清楚的 站在那個兩岸 就剛剛講的 不管淡水河 心電溪的兩岸 你會發現 那個處理的方式 是慢慢接近的 在一個台北縣 大家講窮好了 這裡一個台北市是富好了 那個追趕上來的程度 會讓大家覺得 哎呀 那個驚訝 會怎麼那麼快 那特別我為什麼要講巴黎左岸 你現在去看 那個騎腳踏車會發生車禍 因為人太多了 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腳踏車道弄得非常好 就是都是人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的原因是 光有錢 你對於那個城市的想像 那個城市治理沒有下去 其實8年我在講 1500億乘以8 在台北市 請問留下了什麼 台北縣為什麼大家一直在呼喊 蘇貞昌 蘇貞昌 那就是一個城市的治理 他過去也是窮 他沒有升格之前 他也是窮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 高雄市跟台北市 大家也在講高雄市比不上台北市 一個大半生 生日生 高雄市長期被冷落 那可是為什麼 市長廳當了以後 有所謂黃金交叉線 為什麼大家覺得高雄市有光榮感 那個光榮感從哪裡來 就比錢好了 比直轄市也有大小市 那為什麼高雄市一下子 好像求小鴨變天鵝 我一直在講那個城市治理 如果主政者在這裡 沒有任何的想像 不在這裡做處理的話 我覺得光有錢 你是看不到的 可能透過層層分配 那個建設或是中間有抽拥 你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記得幾年前 大概是第一任 謝長廷上任第一任滿的時候 我剛好去高雄 幫一個教育團體 做一個募款參會 這個謝長廷有來 然後謝長廷拍賣的時候 現場的來賓 來參加參會的特別捧場 然後我就說 後來我就私底下我就說 你會不會太捧場了 他說沒有 我是延城區的居民 我們延城區 各位可能不知道 延城區是以前高雄最熱鬧的區 延城區 後來整個都塌下 對啦 不要說塌下 沒落 就沒落了 可是是謝長廷來了之後 延城區的那種 驅迷的那種城市至尊 又慢慢拉回來 所以他們很感動 所以才會謝長廷拍賣的時候 他特別給他加油打氣這樣子 那你說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各個縣市深隔 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個是就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 可是很期許的一個就是 對城市的一個治理的一個想像 你說像你知道我每天要經過敦化 南北路 你知道過去那段時間 敦化南北路有多急嗎 為了要做那個腳踏車的那個轉用道 那我就覺得 你確定你有出國去看嗎 你怎麼會漆成那個顏色 而且它那個位置其實設計的不是很好 不是 你跟整個街道 敦化南路最漂亮的就是那個樹 那你怎麼會地上漆一個 你怎麼會地上漆一個那麼醜的東西 什麼色 綠的 醒目 綠跟綠啊 融合啊 對 可是那個綠不好看 等一下 其實那個綠好不好看 不是 那個就是很突兀 你應該用一個什麼比較 有質感的那種東西 然後你又用一個 然後那邊你要沿途考慮到 那邊有小學 然後小學都很不容易靠 就是你花那麼多錢 那補一條路讓他自己走 我想想說你如果要考慮 那是什麼人自己這個建議 對不對